今晚的主题分享者是大家都非常熟悉 频频出现在我们 我们品线上共修会环节的高秀凤居士 高秀凤居士身兼多重身份 是檀乡市爱心福利中心主席和临床总督导 也是我们檀乡市在家生存成员 更是大专初级佛学班 佛学班师资培训员 一会儿为我们分享佛法 一会儿又是我们献上私仪的角色 在家业、事业、事业上 简直是忙得不可开交 然而无论再怎么忙碌 高秀凤居士都会心然接受我们 一次又一次的邀请 并且非常用心的备课与大众解法院 让我们就好好的把握因缘 把握学习的因缘 带着感恩和欢喜的心 跟随高秀凤居士的引领 通过杨备、老师、书本里那些 融合了心理学的知识 与佛法上珍贵的体悟 一起来学习在亲密与自由之间 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 如何在享受亲密关系的当儿 又不失去自由 如何能够勇敢有时地 探索我们内心的声音 寻回我们生命的自在与幸福 我们双手合十 欢喜的恭请高秀凤居士 谢谢 Sister Wei Chin 大众请合掌 我们一起三称符号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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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佛一温训 好,那大家晚间吉祥 那我们这个分享的系列 那我都是从杨备老师 这本书亲密孤独与自由 来跟大家做这个 类似读书会的这样子的一个分享 那走到今天 其实我自己本身都觉得蛮欣慰 蛮感动 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跟大家走这样一段路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觉得说 从这边啊 我在重读这样的书 尤其在备课的时候 可以更好的去连结自己在亲密的课题上 怎么样的在这亲密底下 又懂得怎么样的去平衡这个自由 那我们今天我们会谈的是 杨备老师亲密孤独与自由 这本书的第84到93页的亲密与自由的平衡点 而这个部分 其实我会分成上下来分享 今天是上半段 那我们稍微再回忆一下 上一堂课 杨备老师就谈到说 我们要怎么样呢 会达到更好的亲密呢 不止真诚 一个是真诚 另外一个是反省 如果我们可以通过 对自己操控行为的觉察 找出执着的根源 通过对负向情绪的反省 反复提炼互动 我们跟对方互动之间 真实面对的勇气 那么与人亲密就离我们不远了 那所以呢 反省真诚 或者是诚实和反省 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谈到这边 一直在这样子谈下去 其实有一个部分是 想和大家去思考的 其实我们人活着 需不需要亲密关系呢 杨备老师就有提到说 我们其实是需要的 杨备老师讲需要的 怎么讲呢 因为人与人之间 渴望有强烈而紧密的互动 那可能是会让我们觉得 心里充满亲密感 当人拥有亲密感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从内在 得到许多的满足 不懂你们认同吗 就说我们其实都很希望 可以跟人 尤其你觉得说很重要的人 是有强烈而亲密的互动 那所谓的强烈 就是说至少呢 我们彼此之间是 我懂你你懂我 我们可以互相尊重 我们可以彼此了解 让我们有这样的一种亲密感 当你回忆一下 如果我们 现在我们回忆一下 你心里有没有想起 有这样的一个人 而且如果你有办法想起的话呢 你心里也是感觉到说 有好多的知足满足 那如果说 我们可能暂时想不到的话 也没关系 那其实我们人 都需要 而这亲密感 其实是跟别人之间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你跟自己够不够亲密 这是一开始 我们就一直在谈到的 那为什么我们这么需要 这种亲密感呢 得到的满足是什么呢 这是第一个 我们可以自我肯定 如果说 我们可以想象到 我们有一个 可以跟我们很亲密的人呢 那我们可能会感觉到说 我自我肯定 我这个人还不错的 然后呢 我们也不怕孤单 因为亲 有人来跟我们亲密 所以呢 我们做任何事情啊 有人是喜欢的 而且呢 表示有人也愿意做伴 除了做伴之外呢 杨本老师说 还知道 我们还可以知道说 有人爱 当我们觉得被爱的时候呢 心里也自然的 填满幸福感 也就觉得 整个世界啊 变得很美 人也显得喜悦 快乐 那更重要的是说 我们会觉得说 活在这世界上啊 有价值可以彰显自我价值 所以这几项好处 让我们对亲密的追求 不遗余力 这是 蒋比老师在书中 是这样子点出来 让我们可以 我们再看一看 蒋比老师 在点一个东西 装可爱 这部分 你们一看 他装可爱 我们需要装吗 好 没关系 我们来看看 其实那时候我看到这件事情 我觉得说 嗯 杨斐老师到底要点出什么 一些 一些可能我自己不知道的东西 杨斐老师是这样子 人和人之间亲密感 不只是具现在男女之间的情爱 这点我们知道 我们所谓亲密感是 不只男女之间 其实包括说 父母跟子女的亲密 包括说 你和好朋友之间的亲密 等等 那其实只要在人的关系里 我们都会对亲密感 有这个需求 那老师就先开始 从小孩子谈起 那当然这样子 一边在谈的时候 我都会 每次我看老师 我都会也联想自己 自己有没有一些相似的共鸣 老师是这样子讲 例如说 从孩童时代起 就已经开始学习 如何把自己变得很可爱 很顺从 从小就以学习这样的技巧 来讨大人的欢喜 套句现在年轻人 常挂在嘴上的话 就是装可爱 所谓装可爱就是说 所以不可以被爱 那装又是代表什么呢 装我觉得这个部分是 这个部分是蛮有智慧的 怎么讲呢 有没有也回忆到 自己在小时候 有时候我们明明 我们答案是不的 No 但是呢 为了得到大人的喜爱 为了得到大人的肯定 我们把这个No 吞下去了 我们只能表现 Yes I agree I will follow 我会跟从 我同意 那我们就 我们这样子就要装出来 但是呢 其实内心的生命 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面向的 在小的时候 仿佛我们 更容易装可爱 但是到中学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到 中学的时候 我们常常就会有一个 一个名词 就是叛逆 好多时候我们觉得 中学的时候 人就会比较叛逆 为什么 因为呢 小时候我们认为 你都很顺从啊 怎么长大了 因为对方懂得 去表达自己的想法了 然后而且呢 因为在表达想法的时候呢 也会觉得说 到底我大人 能不能听进去 所以呢 中学生往往就会需要 更多的力气 来去反抗 来去真 来去表达 他自己真正的声音 而这个时候 在我们大人听 叛逆的时候呢 哎 这孩子哦 叛逆了哦 孩子这么整天 跟我的想法 我讲A 他就要跟我讲B 有时候感觉上说 是为反对而反对 有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所以坦白讲呢 如果我们这样子看的话 如果杨北老师这样点的话 其实是说 确实我们小时候 其实我们都在自觉 或者是 甚至更多时候 是不自觉 我们其实都在渴望被爱 我们可以不可以被爱 那如果我们觉得说 我们是被人家爱的时候呢 幸福感就会产生 所以人从小就在学习 装 可以被爱 那 如何让自己变得可爱呢 真的我们小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看 不仅我们自己的外表 言谈举止要合宜 还要会调言观色 那观察如何应对 如何进退 才可以符合别人的要求 然后对方也因为我们做到了 而给予赞赏 那我们从赞赏里面呢 觉得自己不错 然后慢慢的就证明了 自己的可爱 这样子慢慢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也学到了 我们呢 在如果持续的 我们第一次 我们装可爱 所以我们尽量去引合 是可以赢得到别人的 这个赞赏的我 和别人的喜爱的我 这个方法行得通 所以重复又重复 不过你看我们慢慢长大的时候呢 我们在看回小孩子的时候 可能我们慢慢也会觉得说 这样子好像多多少少 我们会发现到身边的孩子 如果你是老师的话 可能也会发现到说 学校的孩子们呢 尤其小学生 不同很可爱的 壮可爱的行为 但是这样的一个部分 其实好像都人之常情 我们已经习以为常 然后只是说 老师也只是这样子 在告诉我们说 我们人的一个本能 或者人的一个内在的需要 其实我们从小都渴望被爱 那是不是因为这样子的话 我们这样子讲话 那我们就要练习 不需要被爱呢 不是 只是说重要是说 我们自己是不是知道 其实我们是想要被爱的 那知道的话呢 我们也不需要去扭曲 这份想要被爱 而是正是这份想要被爱的 内在的这样的一个需要 好 那我们再接下去看 那我们一直在讲孩子 那我们想一想 为人父母者 有没有也在装可爱呢 看看现代社会常举办一堆 亲子讲座就会很明白 这些讲座吸引很多父母去聆听 大家都想要做很棒的父母 希望自己在做爸爸妈妈的角色上 可以获得子女的喜爱 我当时我读到这边的时候 我其实有一个声音跑出来 我好像不单单只是为了得到 子女的喜爱 我也觉得我要对得起我自己 我要做一个称职的妈妈 我对我这个妈妈的角色 有要求 我尽量都要做得好 我会觉得 其实我读到这边的时候 我会把声音跑出来 但是我在往下读的时候 我在想 当父母获得子女喜爱的时候 会觉得自己很有价值感 同时也会 也会觉得自己是被爱的 被子女爱这件事 对父母来讲很重要 我读到这边的时候 我觉得说这个又是对 所以我就反方向去想 那么我有没有所谓的 如果子女不爱我的话 子女不喜欢我的话 我会不会难过 其实我会 如果子女会怎么讲呢 我会觉得说子女在抗拒我的话 我会难过吗 我会 所以这样子倒转来想的话 我会失落 我会难过 其实 我自己是在意的 是不是被子女喜爱 但是好多时候 可能我们会觉得说 不只 我其实更在意的是 我的 我这个妈妈 是不是做得好 是我要对自己交代而已 那如果我只是对自己交代的话 那孩子不喜欢我 其实本来 我根本就不会在意 但是没有 其实我们有在意 那在意来自哪里呢 来自好多的 我们内心跟孩子之间很深刻的 跟那种爱很深刻的一些 我们一起 一起度过这么多岁月的这样的一个感情 然后呢 也认知上说 我们之间啊 有这样的一个牵绊在里面 所以我们的心情是复杂的 我不懂你们 有没有稍微认同这样的一个部分呢 所以我们其实在意子女 是不是爱我们的 如果我们知道 自己是被子女 所在乎的 所喜爱的话 他心里会养育着幸福感 会觉得说 哇 这孩子真是没有白养 那 所以亲子关系是最初 也是一辈子的亲密关系 那中国人的子女 或者是我们华人的子女 比较少直接对父母说 不爱你 但是呢 会用行动去表达 怎么表达呢 会用功臣明究啊 来向父母表示 当父母看到自己子女有成就 或是拥有幸福 美满的生活的时候呢 我们做父母的 我们就会有这种 这就是我的价值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成家了 我想我们父母都会担心 孩子是不是 有找到另一半了 我这是我自己的妈妈 我的弟弟快要结婚了 当时还没有结婚前 他其实还会担心 有了就觉得孩子 他已经做完他的工作了 把孩子养大了 把孩子养到 把孩子养大了 那么也把孩子养得有成就 他觉得说这是自己的价值所在 而且孩子又要成家了 那有一辈长辈 知道杨贝老师讲说 他快70岁的时候 孩子都长大了 而且也有孙子的时候呢 他曾经就跟杨贝老师说 杨贝我最近还在学习 如何不要管我的孩子 OK 很矛盾 我们又要管 又不要管 我们作为父母的 就是有这种矛盾心 我们好像都要管 孩子好像永远长不大 对不对 当时孩子已经来到40岁50岁 我们还是觉得孩子 还是 还是 还没有长大的 我们有一点要管 但是我也在学习 要怎么不要管太多 还是不要管 怎么讲呢 老师就这样讲 明明心里 他明明心里知道说 我的孩子都这么大了 我干什么去管他们 可是他就是不自觉地 常常会打个电话 询问一下 虽然孩子们 每个礼拜天都回家看他 但是他还是一样 放心不下 他就说 杨贝老师 我就是一直提醒 我自己不要管这么多 可是很难 所以父母与小孩的亲密关系 从出生那一刻起 便开始纠缠 而且是纠缠一辈子的 所以是怎么讲呢 就是说 其实父母的关系 真的是一辈子的 我们那种亲密关系 是一辈子的 那这一辈子呢 我们就看看 除了这样的亲密关系里 我们会发现到说 其实彼此之间 都是有苦有乐 才会一直纠缠在一起 从纠缠里面 得到肯定 得到被爱 得到价值感 同时也带来痛苦 也同样的 也会散失自由 或者是说 我们会觉得说 有时候我们觉得 没有关系 我们有点自由 当然我付出 但如果孩子有回应 孩子 孩子啊 有成龙成凤 孩子也懂得 去关心我们的话 我们会觉得说 我的付出是值得的 但是呢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 孩子好像 又 他有自己的组建了 但孩子不会关心我 而孩子常常忽略我 那我们心里 其实是有好多的失落 所以呢 我们跟孩子之间 不管是怎么样 其实那个苦乐是参半的 而且 而且好多啊 好多的 好多的一些 生命的一个 可能一些领会吧 我们都会觉得说 其实都是在 亲子关系里面 其实是会有好多的一些 体会 那个里面有苦 有乐 然后呢 也有所谓的 不够自由 才会出现 我们有时候父母讲说 我要找我自己 我要有更多的 me time 所以其实 人只要进入一个角色里面 当关系 关系建构起来 不管在认知上 情感上 行动上 都必然受到相对应 角色的控制 所以很多子女抱怨 父母控制他 而父母通常也会发牢烧 抱怨受到孩子的牵绊 只是我们 就是这样子 然后 这样子讲的话 我们可能会觉得 是是是 老师讲的好对 或许 我应该讲说 老师其实就是在讲 佛教的 那个 我们的 那个什么 苦地 其实我们生命中 就是如此的不圆满的 所以他就是一个 一个现实 一个本来的 本来的 就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可以在这里面 过程中呢 我们当然领受到礼物 我们也会觉得说 有得到所谓的 那个 礼物 礼物的意思是说 一些 我们觉得说 有 有受益的地方 有温暖的地方 有感动的地方 当然过程中 也有我们好多的 一些 失落的地方 痛苦的地方 那 亲密关系 就是这样的 相互的 在控制 那接下来 我们要看的是 女性角色 身不由己的 不自由 那这个部分 我差不多都 完全 全部 都是 抄下来 就把老师的原文 都抄下来 又觉得说 老师这边 讲得非常精彩 在亲密关系里面 女性很容易 扮演好好的角色 整个生存的价值 并不是 由自己来建构的 而是建筑在 别人的认知上 长期的 习以为常要 装可爱 导致他女性 价值感不够 但这个不是 这应该怎么讲 就是说 他不是100% 可能有些人觉得说 认同是因为 可能占了 其中的 10到20% 他会觉得说 可能有些女性 觉得说 没有 我可能之前 我确实是容易 扮演好好的角色 不过呢 在慢慢的成长历程呢 在生命的历练里面 我越来越觉察到说 我要怎么样的 慢慢也建构起 从自己本身 自己本身 养出来的 长出来的 自己的生命的价值 而不是靠别人的认同 别人的认知 来建立自己的自我价值 老实 只是说 多数 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 不小心地 扮演好好的角色 那甚至说 有些女性 在装可爱的过程当中 她装得再好 永远也不会变成 家里的第一名 为什么 因为儿子永远是第一名 在父母的心目中 儿子再怎么糟糕 都是第一名 那相反的 女儿再怎么好 因为我们是女性 所以这也是 看后看看 有一些 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说 儿子 我们会感觉到说 哥哥或者弟弟 总是在爸爸妈妈 心目中 都是排弟弟的 当没有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可能是平等的 但是当有一些 情况发生的时候 有时候你会觉得 有一些落差 可能女儿再怎么好 都不是第一名 而是第二名 当然这是 也很因而异的 只是说老实 是点出一些 我们讲 东方社会的一些现象 然后在永远是 第二名的情况下 女性内心 就充满挫折感 因为装可爱 装了半天 装了好久 纵使别人也说 你很好 你很棒 可是他明白 自己终究不是第一名 正因为永远是 第二名的情节 让他拼命 想要去得到第一名 但是在追求的过程当中 充满挫折 再怎么努力 还是没办法 变成第一名 什么叫做第一名 这里的第一名 其实指的是说 我是最被重视的 那个最 the most the most 就是我不懂说 你们有没有去 去 去觉察到一个情况 是说 在 在一个团体里面 或者我应该 从我们小时候 我们会被 透透的渴望 或者是说 可能我们觉察到 我其实是希望 是班上 最 最棒的那一个人 那有时候 我们会有 另外一个想法 没关系 做老二也不错 老二哲学 做第二或者 在中间也不错 是因为可能 我们已经慢慢 在培养期 这样的情意节 我们也不要去 争 那我们就觉得说 我们安分守己的 保持在第二 或者中间就好了 只是说 那是因为 我们觉得说 我们已经把这机会 已经放走了 不过 我们内心的情意节 其实可能在班上 我们不觉得说 需要争 所谓的最被重视 最厉害 最棒 最有成就感 最乖 最 总之说是罪 纵使你没有 所谓的想要罪 不过呢 当你有一天 你变成罪的时候 你那个满足感 内心的一个莫名的 一个满足感 其实是会生起来的 我们这点 有时候我们没有 特别察觉的 因为我们已经 变成慢慢的 我们就觉得说 我们不需要 成为那最 最棒的那一个人 不过呢 当有一天 你变成是最被重视 最被看重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到 哇那成就感 是无可批比的 那我们有某一种 这样的情意节 就是我们其实内心 都会不同程度 每一个人的程度 成是那个程度 不一样 想成为罪的那一个 原先显入的很清楚 原先可能只是在心里面 稍微的波动 OK 那我们来看一看 如果说刚才延续 刚才老师 杨碧老师这样子讲的话 那在不可能得到 第一名的情况下 挫折 其实我们有的 我们慢慢内心 是在累积一些挫折 那累积久了 以后要当他和别人 要建立亲密关系的时候 可能我们已经 安分手 所谓的 我们觉得 我们不要争了 我们是因为 一直在挫折 没关系 等到我们要嫁给 我们的先生的时候 第一名的几率 可能也不大的 为什么因为女性 面临的 这第一名或第二名的 这个问题 其实并不真的是如此 而是面临到 整个文化跟社会结构的问题 除非是套句佛 佛教说的福报好 遇到甘愿做第二名的先生 然而往往就算有些先生 甘愿做第二名 就是说甘愿做第二名 意思是说 什么东西都听太太的 太太说什么 先生都说好 虽然有时候 遇到这样子 非常很顺从的一个先生的话 太太也会永远觉得 他还是第二名 为什么呢 因为从原生家庭所养起来的 已经习惯了 习惯把自己放在 第二名的位置 虽然口头上 被抱怨 实际上还是习惯做第二名 那当女性好不容易 又生了一个儿子 在他养儿子的时候 他又希望变成第一名 当儿子在成长过程 还没有娶太太 妈妈或许 他可以保持第一名 因为呢 这时候的妈妈 儿子什么事情都 很愿意的服从妈妈 听从妈妈 甚至当然有伤有良 最主要是说 妈妈会感觉到说 他在儿子的心目中呢 是最重要的那一个 所以呢 等到慢慢 儿子开始要娶老婆了 好 那很多妇女 就会把这婆婆 家婆这个角色抓得很紧 原因就在此 因为呢 在她当妈妈的时候 儿子还没有娶媳妇的时候呢 她是稳居第一名的位置 不过呢 当母亲把这个第一名的位置 抓得稳稳 稳稳的 哦 儿子要结婚了 儿子要娶媳妇了 所以出现了另一个女性媳妇 她在儿子的心目中 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 其实是媳妇 是第一名的 在儿子的心目中 是第一名的 她退居为第二名 因此呢 心里 其实并不是有这么多滋味 可能有一些时候 我们会发现到 好像是 当然有一些人觉得 不以为然 没关系 我们再看 从这整个历程来看呢 因为身为家婆的女性 会觉得第一名的位置 是她从出生以后 就一直经营 装可爱的这个结果 到老年来 好不容易得到第一名 成为家婆 现在又要被另一个女人拿走 于是产生婆媳问题 当然婆媳问题有很多 我们讲说 观念不同 文化 不同 一些生活习惯 不一样 它会产生问题 但是当你看 我们讲说文化不同也好 或者是说观念不同 或者是我们讲说 生活的习惯不同 当然会产生问题 不过你们有没有发现到 当生活习惯 我们就举个例子 当生活习惯不同的时候 谁要让谁 然后有时候 尤其我们讲说 可能教育的方式不同 我家婆告诉你说 孩子是需要打的 然后媳妇讲说 没有 现在不可以再打孩子了 家婆就说 你太宠孩子了 所以在这时候 我们看到的是说 两人之间的 那一个是教养 教养或教育孩子 观念的 那个不同的问题 其实可能在里面 较量的 不单单是这个 里面在较量的是 谁比较有话语权 谁的意见 是最值得听的 谁是最重要的那一个 所以那个所谓的第一名 是在这一边 然后如果我们彼此之间 两个人都有懂得说 其实那第一名不中一号 那个就真的是相安无事 我们虽然有分歧 虽然有好多的观念上 是不同的 还可以彼此尊重 但我们没有所谓的 要成为最重要 最第一名 第一名的位置 那么或许好多事情 都好容易解决了 所以做媳妇人 是不是也不自由呢 因为也是因为媳妇也会 现在第一名和第二名 的纠缠里面 所以常常有些女性 会跟梁贝老师说 哎哟我哪一天 我不要管先生的 不要管小孩了 什么都不要管了 家婆也不管了 家公全部不管了 到庙里去住几天就好了 她以为到了寺院里面 其实有时候我们会的 我们就以为说 等到那边 我就不要用话语权 因为在家里面 我要听家婆的 还得孩子啊什么 好像我没有那自主权啊 但是我出来了 我有很多的me time 我在这个寺院里面呢 我有很多的话语权 因为可能我们也无心中 我们也是希望说 是被重视的 被人家看成你最棒的那一个 其实我们也可能会深陷到 另外一个纠结中 要产生另外一种 避明的情节 当然我们有好多时候 我们会觉得说 哎呀 家里面让我们 喘不过气来了 我们需要点me time 你看我们都很喜欢me time 因为me time是 你觉得说你有自主 自主的时候 我们有自由的时候 然后我们可以暂时 放下我们的角色 我不是一个妈妈 我不是一个太太 我是我 我可以过我想过的 那几天 那两天的生活 我去度个假 我找朋友去度个假 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 喘气的空间 让我们觉得 哎 可能 我们回来 我们现在的家庭里面 所以呢 那女性这个角色 来做例子 是希望能明了女性 一生所追求的 表面上看起来是亲密关系 可是骨子里追求的 还是那个第一名 这个我们可以保留 大家可以去看看说 哎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其实是有时候 我慢慢慢慢看 其实是我个人 我觉得是有的 不过没关系 我们就看每个人觉得说 哎 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我们就保留 因为当她认为 拥有亲密感的时候 她心里才会有满足感 当她觉得被爱的时候 她应该是第一名的 这部分对好多女性来讲 其实是一辈子的束缚 一辈子的宽宽 然后就在这宽宽里面 走不出来 所以怎么可能自由呢 也就是说 我们其实 我们也一直在追求 有的时候我们求得 但是做使求得 过后也会改变 因为无常 所以我们都是 兜兜转转在 求不得的苦里面 或者说五蕴赤胜的苦里面 等等 好 那刚才讲到的是 这女性身份的不自 身不由己的不自由 那我们接下来 下一堂课 我们要谈的是 男性角色 是否有不自由呢 这个老师也是谈了好多 然后当然 接下来我们会谈说 亲密与自由啊 要如何平衡 那我们就在下回 再分解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今晚的分享到这边 阿弥陀佛 无限感恩高秀凤居士 您用心的分享 今天啊 大家的生活 普遍上都很忙碌 往往时间上 都是觉得不够用的 那要特意的 抽出一些时间 来阅读的话 可能是一件 非常奢侈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 真的是非常感恩 高秀凤居士 用心的帮大家 浓缩了杨备老师的智慧 还有书中的精华 来为我们分享 让大家都有所学习 获益良多 非常期待高秀凤居士的 下一堂课 下一个即将到来的 学习音源 祝愿大家文法欢喜 也祝愿大家 真心 自由 也自在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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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